那我们接着看 卵生 介绍一下 比如说鱼啊 两栖类啊 爬行类啊 鸟类啊 都是卵生 受精卵在母体外独立进行发育 营养物质呢 来自于卵黄 这就是卵生的特点啊 它营养物质来自于卵黄 而胎生营养物质来自于母体 而胎生呢 它在母体内发育 而卵生呢 在母体外发育 这就是区别啊 胎生 你看受精卵在母体子宫内发育 然后胎盘和脐带 从母体汇的营养 比如说这个哺乳类 哺乳类都是这样的啊 这个鲨鱼 它呢是卵胎生 卵胎生是介于卵生和胎生之间 对吧 胎生卵在母体内发育 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呢 是来自于卵黄 而不是母体供给 它没有胎盘 也没有脐带啊 这是它们几个人的区别 那么现在啊 我们总结一下啊 这个动物它的生殖方式 其中呢 按照受精作用方式不一样 分成体内受精和体外受精吧 鱼类 它应该属于体外受精 两细类 体外受精 爬行类 鸟类 还有哺乳类 都是体内受精 鱼类和两细类 都是把自己的卵细胞 对吧 和精子排在水中 在水中完成受精作用 对吧 胚胎的发育方式不一样 鱼类呢 是卵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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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哺乳类是胎生 但并不是所有的哺乳类 都是胎生的 其中鸭嘴兽和鸡验 它们就是卵生 那是比较特殊的啊 其他的都是卵生 胎生哺乳 是这个哺乳类的特点嘛 对吧 胎胎发育的营养的来源不同 对吧 其中呢 如果是卵生 它的营养都来自于卵黄 卵胎生 它的营养物质 也是来自于卵黄 只有胎生 它的营养物质 是来自于母体 母体呢 能够随时供给它营养物质 所以它呢 是一种更高级的生物方式 这个要知道啊 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每种生物 它的生育方式是什么 它的营养物质 来源于什么 大家吃饭 再弄清楚了 好吧 另外啊 大家还得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生物 都像鱼啊 昆虫啊 两栖啊 爬行啊 哺乳啊 这样 它们最开始呢 形成书菌乱 对吧 书菌乱再变成一个个体 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的 对吧 并不是所有的生物 都是有性繁殖 刚刚什么叫有性繁殖 我们说过那概念了吧 有性繁殖 是经过母体产生 卵细胞 副本产生 精卵结合 生成书菌乱 书菌乱 再变成一个个体 这种方式 叫做有性繁殖 并不是所有的生物 它呢 都是 现在书菌乱 书菌乱变成一个个体的 有些生物 它繁殖的方式 叫做 无性繁殖 无性繁殖 顾名思义 不需要精子和卵细胞结合 直接 用一个母体 产生新个体的生成方式 成为 无性繁殖 无性繁殖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 草里虫 草里虫是单细胞的生物 它属于原生生物 咱们当然讲 它分裂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对吧 它的分裂方式 它的生殖方式 叫分裂 在繁殖的过程中 细胞中间 像项链凹陷 一分 每一个会变成一个新的个体 这就是它的生殖方式 对吧 然后再看水息 水息生物的方式 这个繁殖方式 叫出芽生殖 什么叫出芽生殖 大家简单了解 也可以了 当它生活到一定阶段 在一个个体的旁边 会出现一个芽体 对吧 这个芽体不断长大 不断长大 然后从母体脱落 构成一个新的个体 就叫出芽生殖 就像那个小树 发芽了一样 对吧 小树发芽之后 这芽部会脱落 变成一个新个体 但水息会 所以这种方式 叫做出芽生殖 就是它 不管出芽生殖也好 还是分裂生殖也好 它们都没有经过 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 所以它们都属于 无性繁殖 好吧 这是它 这是它 这是无性繁殖 那么 我们比较一下 有性繁殖跟无性繁殖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其中无性繁殖 它没有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 而有性繁殖有 它的新个体也产生 无性繁殖是从母体 直接产生的 对吧 而有性生殖 它是两性生殖细胞结合 显成树精卵 树精卵才变成一个个体的 这是它们俩的第二点区别 第三点 繁殖速度 无性繁殖 它肯定更快 比如细菌 它的通过分裂繁殖 每20分钟 就能分裂一次 速度非常快 而有性繁殖 比如人 对吧 从产生基础 有卵细胞开始 完成生殖作用 就从母体内出生 但要怀胎 怀胎 9月 对吧 它得经过 一两年左右 所以它的速度 相当于是比较慢 后代的生活力和变异性 其中的无性生殖 它后代的生活能力比较弱 对吧 它比如细菌 细菌每隔一段时间 一天左右 它就会死亡 其中人不是 人生活以后 它更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其中 它生活的生活力要更强 而且变异性 细菌相当于是比较弱 而这个两性生殖细胞结合的 比如说人 对吧 一龙一亩生九子 九子各不同 对吧 它通过这种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方式 使子弹 又像爸爸 又像妈妈 对吧 它的变异能力更强 而这种 它通过分裂 产生两后代无性繁殖 后代跟母本是完全一样的 它的变异能力 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而已 这要了解 这是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的区别 那到目前为止 动物 它在生殖方式 我们就已经学完了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其中 有性生殖 对吧 它又可以 从总体上说 按照它是不是两项生殖细胞结合 这种较软的划分 分成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对吧 无性繁殖 没有两项生殖细胞的结合 直接用母体产生新个体 而有性繁殖 它是经过 精子和卵细胞结合 神经受精卵 受精卵发生了个体 这它们俩间的区别 然后 在有性繁殖里 就可以再分 对吧 根据受精作用 受精作用的方式不一样 分成体内受精和体外受精 对吧 体内受精 受精作用 发生在母体内 叫体内受精 受精作用发生在母体外 叫体外受精 体外受精的 比如说鱼类 两栖类 它们属于体内受精 而且受精作用的场所 是在水中完成 而体内受精 是把副本 它的精 对吧 受入到母体的 那个 体内 在体内 马上受用作用 比如说昆虫 比如说爬行 两栖 那个 昆虫 比如说 哺乳 对吧 像人 它都属于体内 属性 对吧 另外呢 根据胚胎发育方式不同 分成卵生胎生 和卵胎生 对吧 卵生胎生 和卵胎生 它区别在哪呢 卵生 它的营养物质 来自于 来自于卵黄 对吧 而胎生的营养物质 是来源于母体 对吧 它通过脐带 和胎盘 跟母体相连 而卵胎生呢 它的营养物质 来自于 来自于 卵黄 对吧 但是 它的生活 就这个发育 是在母体内发育的 而卵生 是在母体外发育的 胎生 是在母体内发育的 卵胎生 是基于卵生 和胎生之间 对吧 另外的 无性胖植 就可以分成 分裂生植 和出压生植 分裂生植 细菌 比如说 这个 草里虫 对吧 出压生植 比如水溪 比如说 酵母 但没话再讲 它们都是出压生植的方式 但不管分裂也好 出压也好 它们都是 母性繁殖 这是生物 它繁殖的 最主要的这种方式 其中 每种方式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由于哪些生物 通过这种方式 进行繁育 是男平时考试的时候 考的最多的 大家呢 千万把它给 记清楚 好吧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部分的练习题 这个动物的生命中期 就是动物的生长时期 包括什么 动物的生长时期 它的一生 最开始要经历什么 出生 然后呢 出生之后 它要开始什么 发育吧 发育之后呢 当它发育成熟了 开始 怎么 开始繁殖 对吧 繁殖之后呢 要经历死亡 所以它们就要经历 出生 然后发育 然后这个繁殖 然后死亡 这样 一个时期 任何生物都没有逃脱 人也是 对吧 出生 然后发育 然后那个 繁殖 最后呢 死亡 这是它的一个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的起点 人 青蛙和昆虫的生命周期 起点都是什么 都属于什么生殖 人 也好 青蛙也好 这个 昆虫也好 它们都是有性繁殖 有性繁殖的起点 应该都是 受精乱 对吧 它是一个受精乱 它们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有性繁殖 昆虫的发育 包括什么发育和什么发育 前者比后者多一个什么期 昆虫的发育包括两个 一个叫完全变态发育 一个叫不完全变态发育 对吧 完全变态发育 比不完全变态发育 多一个啥 比如说蚕 蚕它是完全变态发育 对吧 而那个蝗虫 它属于不完全变态发育 那蚕跟蝗虫相比 多一个啥 多一个 多一个永的时期 对吧 多一个永期 这个呢 大家知道啊 这是第三个 再看第四个 动物的生殖 它呢包括什么生殖和什么生殖 水期的出压生殖 变形虫 草里虫 分裂 生殖属于什么 分裂肯定属于什么 无性生殖 那前面应该包括 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吧 对吧 第五个 动物的生殖作用方式 生殖作用方式有什么 体内受精和体外受精吧 余类两系类属于什么 余类两系类属于体外受精 它们受精作用在母体内完成 在水中完成 对吧 所以有体内受精和体外受精 动物的发育方式包括什么什么和什么 动物的发育方式有三种 卵生胎生 卵胎生 对吧 卵生的 爬行类 鸟类 对吧 昆虫 它们都属于 它们都属于卵生 对吧 像人 对吧 捕捕动物 它属于胎生 像鲨鱼 像腹蛇 它们属于卵胎生 这是它 这是前面的内容 另外 大家还要知道 自然界的生物不光 并不所有的生物 我们肉眼都可见的 有些生物呢 我们肉眼不可见 被称微生物 微生物里呢 分成两大类 一叫细菌 一叫真菌 我们先看细菌 对吧 细菌呢 这是一个细菌 细菌呢 它的结构 大家得简单知道一下 细菌的结构啊 它跟真和生物相比 比如说跟一个植物相比 它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先看一个植物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植物的最爱色是细胞壁 对吧 细胞壁呢 简单是细胞壁的 是它的细胞膜 然后呢 它有细胞核 它有细胞质 同时呢 它有一个大的液泡 液泡里面呢 储存了点化氢素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植物啊 它五颜六色 它不同的颜色 就是液泡里的化氢素 颜色不一样造成的 不是 那个葡萄 葡萄为什么是紫的 因为它液泡里的化氢素 是紫色的 对吧 然后其中呢 还有叶力 叶力性呢 是进行光合作用的 植物呢 它能够自己制造营养物质 从光合作用 吸收二花糖和水 然后自己制造有机物 对吧 是这样的 我们再看一个细菌 细菌呢 它的结构当中 有细胞质 对吧 有夹膜 然后呢 还有细胞壁 细胞壁啊 是用来保护的 在细胞壁面 还有一个夹膜 夹膜呢 进一步的去保护作用 对吧 它通常是用多糖 糖构成的 而且啊 它有细胞膜 它呢 也有细胞质 它的边毛 边毛呢 是用来游动的 并不是所有的细菌 都含有边毛 有的细菌呢 没有边毛 有金毛 金毛呢 干嘛呢 能附着在各个地方 黑板啊 土壤啊 对吧 什么皮肤啊 它能复杂在上面 然后其中啊 它呢 还有一个电音 对吧 它的电音呢 散乱的分布在 细菌的中间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吧 你说 它呢 像细胞核 又不是细胞核 对吧 你说的不是细胞核 它有遗传物质 所以 所以啊 这个区域 在高分析的 我们称为什么呢 称为 你和区 像和又不是和 所以被称为 你和区 就这个区域啊 那我们看 细菌跟植物相比 有几点显著的区别 首先啊 细菌呢 它没有细胞核 对吧 第二点 最主要的啊 细菌呢 它没有业力体 它不能自己制造有菊 它必须摄取 现成的有菊为实 像人一样 人不能制造有菊 人必须摄取 现成的有菊为实 是这样的 那我们一起来总一下 它们俩间的区别 是这样的 细菌呢 它没有成型的细胞核 它呢 属于原核生 什么叫原核 顾名思义 它的核呢 相对来说 原始一点 没有核膜和人 没有核膜包裹着 对吧 所以它被称为原核生 而像人这样的 像植物这样的 它的细胞核外面 有核膜包裹着 它有真正的细胞核 所以人叫 真核生 所以你要知道 细菌它属于原核生 而人 它属于真核生 这是第一点区别 第二点 细菌呢 它没有原核体 它呢 也没有适时的结构 需要依赖 现存的有机物生存 对吧 它呢 靠细胞本边 吸收现存的有机物 来生存 那么 它呢 这个 跟人是差不多的 人的自己也不能知道有机物 这是它最显著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 它没有成型的细胞核 所以它属于原核生物 你要知道什么叫原核生物啊 没有成型的或真正细胞核的生物 成为原核生物 有真正核的成型的细胞核的生物 被称为真核生物 比如人和植物 对吧 动物植物都是真核生物 就要去变化 这是这个 另外呢 细菌呢 除了它结构 你需要大家知道以外 细菌的分类 你要知道啊 细菌呢 按照它的这个形状 分成球菌杆菌和螺旋菌 这个呢 你知道就行了啊 其中呢 咱们平时啊 有的时候会考试的时候 他会问你 比如酵母菌跟细菌有什么区别 对吧 那你首先得知道啊 细菌 就哪些东西 比如酵母菌 跟乳酸菌有什么区别 对吧 跟乳酸杆菌有什么区别 其中你得 你得给你一堆生物的时候 你从里面挑出来 哪些属于细菌 对吧 哪些属于真菌 咱以后会讲真菌的啊 一般情况下啊 细菌 他在分类学的时候 上次他的形状分类了 什么球菌 杆菌 对吧 还有螺旋菌 还有胡菌 所以你平时见到有形状的 都是细菌 它们都没有成为细胞核 都是原核生物 比如说这个肺炎双球菌 对吧 球菌 大肠 杆菌 霍乱 胡菌 凡是有形状的 都是细菌 就完了 对吧 这是他 这个大家得清楚啊 这是他的分类 通过分类 你能够区分 它究竟属于细菌 还是真菌 另外呢 还有一个名词啊 这个名词大家简单了解 可以了 叫什么呢 叫菌落 对吧 叫菌落 什么叫菌落呢 细菌 它是很小的 个体很小的 它大概是0.5 那个那个 0.5到 那个5微米左右 所以它用肉眼 不可见 但是如果你把啊 这个细菌 放在一个营养机制上 让它长 它呢 越长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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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形成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啊 在肉眼下 是可以见到的 那么这个群体叫什么 这个群体就叫 菌落 细菌形成的村落 对吧 细菌形成的群体 叫菌落 所以大量细菌呢 在一起繁殖 形成的细菌团 就是菌落 你们先得清楚 什么叫菌落啊 菌落是细菌形成的 它用肉眼 是可见的 在在肉眼下 是能看见的啊 这是菌落 菌落的概念 你知道就可以 下面我先说啊 细菌呢 它的繁殖方式 细菌的繁殖方式 刚刚刚已经说过了 它跟谁 几乎一样的 它跟草里虫是一样的 叫做分裂繁殖 也属于无性繁殖的一种 其中 过程啊 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了啊 它的一个细菌呢 它的细胞 还有一个缓状的细分子 这缓状的细分子啊 它和细胞在分裂的时候 它就复制 复制上之后呢 这个细分子呢 它的一侧 会附着在细胞膜上 细胞膜呢 开始向内凹间 然后这样呢 两个细分子就分开了 分开以后 然后细胞呢 再一分为二 那么其中 这是它的细分子 这是它的细分子 这就分完了 而且细菌的分裂方式非常快 每二分钟左右 就会分裂一次啊 反应速度非常快 要练这一次啊 这是细菌 它的繁殖的过程 然后我们接着说 关于细菌呢 它属于一种微生物 人呢 对于细菌来说 是又爱又恨 因为它对于人来说啊 既有力 也有弊 其中呢 我们看一下 它都有哪些弊处 比如说有一些细菌呢 或者食物浮来变臭 咱们平时呢 那一块肉放在那儿了 过了时间臭了 对吧 或者呢 你喝那个牛奶 放在那儿 过了时间 酸了 对吧 变致了 为什么呢 就是它 就是微生物造成的 你看不见它 但它大量繁殖 最终呢 它在繁殖的 它在那个那个繁殖的过程中 它呢会把一些有机物给分解掉 比如说 把肉里面的一些 嗯 蛋白质 它分解成氨气 氨气呢 有一股臭味 所以呢 那个肉就变臭了 就这样的原因啊 如果你闻那个味儿 肉啊 变臭了 那就是细菌 你在上面繁殖了 对吧 就不要再吃了 或使呢 身体生病了 第二个 有一细菌呢 会引起动植物和人患病 会使人患病的 比如说 人如果被结核杆菌给感染了 那人就会换世界核 被金黄色 头要求菌感染了 人就会换等帽 对吧 偷食人和动物